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算了把自己定命了吗 你要算 你在等待命运吗 你应该当下发心嘛 佛门之中只有教理当下发心 发决定性 那你算什么 你说不是自己算 我帮别人算 你自己都算不好 你帮别人算吗 你是算计别人还帮别人算命 别人的命都算在你手上了吗 你要是一个帮别人算命 帮别人起承迷惑 你不是害人吗 而且你就算算得准 当下你会起成那种妄想 执着 那跟佛法绝对不相应 假如你帮别人算得准 别人说你好准的 真的就是我就是如是命 你就把别人定命了 再一个 假如他好的算得准 你就害得他永远跺在命数之中 既然叫命数嘛 数学的数 那你有办法算 别人有办法算 别人都能算 表示他就跺在命数之中 他常常就被如是命算计 他不是你能计算他 他也被命算计 所以这种人他也别高兴 只要大难现前他也跑不掉 那你常常帮别人算的人 你觉得你算得准 你也小心 你老是拿你现前算得准的 把他当成定命想 那将来苦难现前处 可能算命的他永远跳不出自己的命 这都不是佛法 不必去学一场经 你今生 大家今生的这个因缘 都已经是很难得了 这有点时间看看经 有点时间好好掺 你何必还把这些精神力气 花费在这里去算命 命当下就变了 要是有定命 你算也没有意义嘛 要是法根本无定法 那你何必还妄想去算呢 所以这个是不是佛法 在异形法时从他的立场讲 就像诸佛讲到华藏庄严 那都是佛法 那用众神妄想测度华藏庄严 那都叫悲绝 所以现在有的人大言不才 什么一针法界 那什么法界 你根本就是在起身妄想 那你说那用参华言经 怎么样能够体会一针法界 你要到最后 华言经是最初说 你要到最后你知道佛怎么说吗 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你要是开始误入现在 你念念之间在大觉上的之间 纵然未证 你也知道到家怎么走 你不会持见 要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在大觉之间上面 我一直以为为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